在台中勾老平 许多人会来到这里欣赏夜景 但是有网友发现 年轻人虽然到这里不飙车了 但是却开始随手拿路旁的木棍 打树上的橘子 甚至还把这个路灯给敲到熄灭 警方发现之后先往巡逻 幸好路灯没有坏掉 投手投球打几手挥棒 现场瞬间一片漆黑 未免太准 一旁便利箱被击中 路灯瞬间熄灭 大伙们全校成一团 男子们试图打开电源 还是打不开 仔细看现场不是在球场 而是山区一处橘子园 投手投了不是球 而是小橘子 就连球棒也只是一般木棍 觉得很离谱啦 为什么会有在这种大马路上 在人家的橘子 我做出那种打棒球的动作 没有灯源的话 上来这边走路的话 应该会心里毛毛的啦 影片店就在台中风源龚老平五百高地 疑似大学生上山看夜景太无聊 搞笑打起棒球来 没啥却意外打中路灯变点桑 显示路灯及相关设施仍维持正常运作 如有相关维续行为 警方将依社会秩序维护法规定就办 台中龚老平拥有绝美夜景 号称风源人的阳明山 日前才因为饥饿主聚集 炸街狂飙遭原警锁定取缔 年轻人飙不了车 该打起棒球 幸好最后路灯没坏 只是电箱凹陷开关毁损 只是年轻人的快乐也未免太无聊 让人不禁想问 好好看夜景 很难吗 街城上红杰明 台中藏目到